1776年,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,为了联合起来,一致对付英国,他们签了一个协议,名字叫联邦章程。 联邦章程比较仓促,比较简单,只是建立起一个国会,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,也没有建立法院和制定法律。 国会的权力很小,只能向这13个殖民地提建议,请求他们做一些事情,国会也没有立法权。 联邦章程的先天不足,在战争中就看出来了,战后就更明显了。 比如说,1781年,英国将军查尔斯在弗吉尼亚的悦克镇投降,一个信使去给国会送胜利的消息。 信使送信是要劳务费的,不是白干,国会穷到连给信使的钱都没有。 最后是国会这些代表们从自己的口袋里凑钱,付给信使劳务费。 战争结束前,有三个人就呼吁说联邦章程太弱了,太简单了,应该制定新的规则,成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。 这三个人是乔治·华盛顿,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和詹姆斯·麦迪逊。 乔治·华盛顿是独立战争美国军队的总司令。 华盛顿反对联邦章程的原因是,这个章程对他的军队支持很少。 美国军人没衣服,没鞋,没吃的,没药品,没毯子,也没弹药。 战争期间,华盛顿向国会写了很多怒气冲冲的信,说明军事局势。 在一封信中,华盛顿写道,我们的伤员光着屁股,我们健康的士兵光着屁股,我们被英国俘虏的士兵也光着屁股。 华盛顿这些信没多大用,连个响都听不到。 当华盛顿给13个殖民地说,战争是大家的战争,大家要齐心协力,这13个家伙无动于衷,满目在乎。 华盛顿意识到,这帮家伙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,没有大居观。 战争结束后,美国乱成了一国粥,华盛顿更加意识到,联邦章程太弱了,必须建立新的规则。 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,这样下去,美国早晚会完蛋,美国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府,来管理整个国家。 汉密尔顿很赞成华盛顿的说法,汉密尔顿是一个年轻的律师, 战争的时候,他是华盛顿的助手。 战争结束前,汉密尔顿就呼吁各州在一起开会,建立一个中央政府。 他发表文章,发表演讲,宣传自己的主张。 麦迪逊也是个名眼人,看得真正的,这13个州都想占便宜,不想吃亏。 最后结果是大家都占不到便宜。 这13个家伙都有自己的陆军,有9个还有海军,大家互相提防。 比如说,弗吉尼亚通过法律,扣留来自其他州的,不像弗吉尼亚缴费的船只。 麦迪逊经常说,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问题的根源是商业问题,一个问题是金融系统。 美国全国没有统一的货币,很多美国人只用英国的英镑和先令。 当时美国已经有美元了,但美元在全国的价值不一样。 在纽约,一美元是8先令,在南卡罗莱纳,一美元值32先令。 除了英镑和美元,美国人还用法国货币,西班牙货币。 1786年,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代表开会商量,开放波托马克河沿岸地区作为新的居住地。 波托马克河是两个州的边界,两个州都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,大到了他们自己做不了主的程度。 有人就说,为什么不和特拉华州,比起法尼亚州商量呢? 有人又说了,国家现在问题太多,干脆请所有的州开会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。 大家就同意了这个提议,计划在马里兰州的安纳布利斯开会,但是只有五个州派代表来了。 剩下八个州里有四个选出代表了,但代表没来,四个州连代表都没选,根本没当回事。 来到安纳布利斯的代表们一致认为,他们的会只是一个开始。 很有必要开一个更大的会。 他们选出汉米尔顿起草决议,汉米尔顿啊,给每个州的立法机关都去信了,说是下一年,1787年5月,在费城开会。 开会的目的是要制定美国宪法。 很多人认为啊,要是华盛顿不去啊,这个会啊就召集不起来。 但是华盛顿不想去,他有风势病,他的妈妈和姐姐也病了, 并且华盛顿要经营自己农场的生意,他说自己不想当官,如果大家选他当大会主席,那就有些别扭了。 华盛顿是美国的number one,美国的一哥,如果他去了,但只有少数州派代表去,那华盛顿就丢面子了。 华盛顿的两个好基友,詹姆斯·麦迪逊和爱德蒙·伦道夫,强烈要求华盛顿去费城,说是你去了,大家都会给你面子的,都会去的。 最后华盛顿说,他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去开会,各个州听说华盛顿要去,就都派代表了。 第一个到达费城的是麦迪逊,麦迪逊个子不高,虽然只有35岁,但已经开始卸顶了。 麦迪逊不是很能说,但他很会说,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。 他读过了英文版的有关政府的所有书籍,从古希腊政府一直到他们当时的政府。 麦迪逊坚信,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,这个中央政府位于各州政府之上。 但是麦迪逊知道,他不能一上来就表明立场,大会的很多代表们害怕他们上面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。 所以麦迪逊默默地做准备,他带了几百本书和论文来开会,他能回答其他代表关于政府的所有问题。